哈囉大家好我是來自金門的 整開音樂 艾文 這邊先跟各位說聲抱歉 影片會來得這麼晚是因為 如果有follow我上一部影片的朋友 應該都知道我有買一件襯衫然後拿去改 但是改到現在還沒改完 對因為店家訂單太多了 那我就想說不行我沒有辦法再等了 今天是颱風天的第二天 所以就是因為這個樣子的影片才會拖到現在才拍 那今天除了會分享在GQ Style Fest買的家裡品之外 也會分享我近期所買的一些小東西 那因為總共有六樣商品 所以今天的介紹不會講的太仔細 就是會簡單帶過這樣子 不好怕影片會太長 好啦那就話不多說我們馬上開始吧 好那首先是這件 空針織襯衫 這件襯衫是來自香港品牌Syns 這個牌子其實我也關注蠻久的 印象中台灣只有Premie跟Wooden吧 是金小商 那這個牌子我覺得不論是創達新手 或是老實都蠻值得可以逛的 從設計到材質選用 再到版新都是品質保證 重點是價格不算太貴 基本上兩張小朋友就可以買到很多單品了 那手上這件事 當時一到攤位就直接被燒到了 相信大家應該也可以明顯感受到 近幾年這種振織單品 尤其是這種樓空的 出鏡率真的是非常的高 那這件在振織的部分 我覺得是很有特色的 比起常見的這支襯衫 這件在編織手法上就很像是 以前小學在學編織圍巾一樣 一針一針的圍繞 然後是很有規則的紋路 另外在胸前就有兩個口袋 再來這件最最最最最吸引我的 就是背面這個刺繡 雖然是一個很普通的設計手法 但搭配在這件襯衫 我覺得那個細節就非常的加分 近看這個刺繡也是做得很雜事 如果這件背面沒有刺繡 我可能還真的不會買 當時我跟直男去逛的時候 就一致認為這個刺繡非常的加分 那這件其實也有黑色的配色 只不過黑色的搭配這個刺繡 我覺得那個視覺效果 就沒有那麼的明顯 細節上在鈕扣部分 是選用有點琥珀紋路的鈕扣 也是一個加分的細節設計 最後就是在下半處 有縫上一塊品牌的資標 版型上的話是做寬短的版型 也是很符合近年來流行的穿衣風格 尺寸部分我是拿2號 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有123號這樣子 那價格部分我入手金額是2080 穿搭上這類型的襯衫 雖然會比較吃一些技巧 但是其實簡單搭配一條寬滿的褲子 然後以銅色系去做打底 就可以搭得很特別了 那就直接看一下穿搭吧 再來是這件襯衫 一樣是來自SENX這個牌子 這件我前陣子發IG就蠻多人來問我的 就一直問我 為什麼我官網看不到 但因為這件是接下來他們的吃下新品 所以只有在活動當天是做限定的販售 如果喜歡的朋友可能要再來等等 據說是會在9月上市的 那也可以關注一下品牌的IG 我放這邊才不會出過任何消息 那這件不得不說 如果是喜歡日潮的朋友 這件你肯定會喜歡 尤其是正面跟背面這個肋骨的元素 當時我也是被迷一個選擇障礙 因為它有出三個配色 三個配色我覺得都蠻好看的 那當時在攤位 我有跟老闆小聊一下 新一機的設計他們是以火焰為靈感 所以這件在圖案的呈現 就以肋骨搭配聚龍色很像火焰的效果去設計 然後周圍斑骨頭就很像是焚燒過後的痕跡 再搭配紅色的底色 真的是把概念跟實體融為一體 那後面就覺得紅色再搭配這個圖案的設計 更符合新一機那種火焰的靈感 所以最後我才選擇紅色的 另外背面也是採用相同的設計 然後有一個細節我非常喜歡 這個是老闆跟我說我才知道的 就是在下擺這邊 細看的話可以看出來有一個品牌的logo 我附上logo給你們看 就淡淡的浮現出來 這個小細節真的蠻讚的 然後一樣在下擺處有縫上sense的字標 正面寫上sense的字體 然後背面則是sense的logo 材質上的話就是屬於這種滑面涼感的布料 所以在夏天穿也是不會悶熱的 非常適合 版型上的話有一點我也很喜歡 就是背面會呈現出一種很自然的飄逸感 看起來就非常的柔順 總之這件襯衫我自己覺得真的蠻帥的 那尺寸我一樣是拿2號 價格的話一樣是入手2080 如果是想享受日潮熱骨元素的潮流設計 但又覺得日潮的單價太高 這件我就真心推薦你們可以去試試的 那就話不多說 直接看穿搭吧 再來是這件長褲 那這個牌子是來自台灣的品牌Namesake 這件長褲我也看好久了 這次終於有機會把它帶回來 那Namesake就是以運動相關為主軸去設計的 時尚品牌 所以可以看到大量的這種網眼材質的設計 比較讓我感到訝異的是 這件的分量其實蠻厚重的 原本以為它會是偏輕盈的 那整件的設計最大賣點就是 褲前這個橫切的剪裁 後面也是使用同樣的設計手法 而且前後是不同方向 前面是往這邊 那後面的話是往這邊 所以不管從前面看 或者是後面看 都能有很好看的輪廓 這個設計其實把褲子撐開來 還蠻像飛鼠褲的 超大一片的 然後在褲子兩側就有做兩條很粗的滾邊 延伸到小腿的位置 增加整件的造型 這個是真的很粗啊 給你們看一下 然後在左小腿這個位置 就附上Namesake的logo 也是使用相同的色系 另外腰部地方也有附上抽繩 還有褲子可以搭配替代 那這個抽繩到後面這邊 是有往外穿的 對就很時尚 然後很特別的是 前面有兩個側插口袋 但是後面也有 兩... 兩個側插口袋 但後面的口袋應該是用不太到啦 不過這次的口袋是設計比較低的 所以在手插口袋拍照的時候 就會變得比較自然也比較好插 嗯? 那這件因為是屬於比較有分量的 雖然它是網眼部的材質 但是在夏天穿還是會有點悶熱感 這件尺寸我是帶X式 腰圍沒問題 但是褲長還是太長了 我其實最近一直在猶豫要不要去改褲長 但因為這件在這個位置 它是做拼接的 所以如果改褲長的話 我怕改短之後 它就沒有辦法呈現出原本的輪廓設計 我怕穿起來就會變得不太好看 所以就... 真的蠻猶豫的 好啦 那就穿給你們看看吧 好 那接下來就是驚喜入手的東西 那首先的話是這件 Puma的運動場袖 那這件是前陣子跟村長去逛 Second Street的時候買的 那它是帶一件短褲 是帶這一件 那說到Puma這個牌子 相信大家近期應該也可以明顯感受到 Puma來勢洶洶 尤其是2023年由SF Rocky 接下FM1系列的創意總監 Puma就開始變得是很多人在關注的品牌 再到前陣子賣到缺貨的賽車鞋 都證明了Puma在當今這個世代 也是具有一定影響力的 所以不免俗的現在在逛街的時候都會多看Puma兩眼 那會買這件單純是覺得它很好看 再搭配上近期很夯的足球衣穿搭 然後我衣櫃內也沒有這類型的單品 所以就入手了 那這件應該是訓練衣吧 在林口出了的話就是使用這種半開鈴的設計 左胸前就有義大利足球協會的徽章 還有Puma的logo 然後買來才發現有一個點蠻特別的 就是這個徽章 這個徽章它其實是21歲以下的足球隊徽章 因為有年齡區分 就像是棒球跟籃球一樣有U18 U21啊U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左袖子也有Puma的logo湯印 背面則是大大寫上義大利的英文字母 然後林口再縫上義大利的國旗 我覺得這件背面真的還蠻好看的 也是因為這樣所以我就給它買下去了 然後我還蠻喜歡它這件深藍跟淺藍的這個拼接 材質上的話就是一般運動服的這種材質 對所以沒什麼好介紹的 然後裡面的話就是拼接這個 封衣外套常見的王焰材質 喔對了這件在下擺處也有抽繩的設計 所以可以把它變成短板的造型 總之這件呢單純就覺得它很好看 對這樣 對然後因為我們衣櫃沒有這類型的單品 入手價格是900塊 嗯對900塊 那就看一下穿搭吧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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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一樣是一件去2nd street買的外套 那這件外套其實是前幾天我去3nd street賣東西的時候 当天太阳超大 就直接果断在店里买一件外套来当防晒 骑车穿还可以接受 但是没有骑车的时候还是觉得超热 不过本来等到秋冬穿也是可以啦 不然就是有去冷气房的地方穿 应该也是可以的 那这件其实也没什么好介绍的 就是一件很普通素面 然后搭配宽版的设计 还有我最爱的颜色之一橘色 然后上升的效果是很符合我的身材 但有几个点是可以稍微跟你们分享的 先说这件是来自UNIQLO U系列的单品 但是是哪一季的U系列我就不太清楚了 型号先给你们好了 311-416-636 整件的材质算是轻薄的 对就是它其实是可以透敷的 然后领植部分我蛮喜欢它是有做加厚的 所以穿起来的话也会比较有挺度 再来这件是做插肩袖的设计 所以就不用怕会有肩宽的问题 下摆也有附珠鼻式的调节绳 再来就是在右口袋这边有一个拉链 拉开来的话会有附一个拉绳 这个似乎是可以把衣服收纳进去变成是一个小包 但这个设计应该也是用不太到啦 好啦差不多就这个样子 总之就是一件比较朴素的衣服 但是因为它是橘色的颜色 所以穿搭起来视觉效果也比较不会那么单调 那就看穿搭吧 再来最后一顶是这顶帽子 那这顶帽子是前阵子去中山的一间新开募股作店叫台北宁豪百货 由地交日常和Rachel Dandy合作推出的限定帽款 这边先谢谢地交日常的Win哥赐给我一顶帽子 虽然说是送 但这顶也是我当时去店里就直接被烧到的帽子 也是我蛮正心推荐大家如果有去逛的话可以去试戴看看的 它总共有两个配色 一个是全黑的配色 那另外一个配色就是我手上这顶白蓝的配色 整顶帽子真的充斥满满的复古感 材质的话是使用人字纹布料 这个布料选用真的把质感拉上一个档次 除了复古味更浓厚之外 上面一点一点黑黑的也让表面上更有层次 帽颜也是用上人字纹的布料 因为双方品牌的调性都脱离不了复古两个字 所以在设计这个单品的时候 就把复古这两个字用得淋漓尽致 然后logo这次也特别选用 更具有工艺和美感的锁链车缝刺绣 细节真的非常的到位 我蛮喜欢这个刺绣搭配戈德字体 再搭配整顶帽子的布料 就呈现出复古的外观 但又带一点街头的混搭掉性 然后帽眼下也有隐藏一段一文字的刺绣 虽然是看不到 但是也是一个细节点缀 这边也有缝上一块类似美超的支标 然后调节扣则是使用皮革搭配古董扣 整顶呈现出来不仅是质感到位 也带出一种老味 这个也是双方品牌想强调的一个设计理念 因为他们就是想要做出一个老的东西 帽型的部分 因为它帽身是做的蛮深的 所以戴起来也很好看 然后帽眼的宽度是做的比较宽 就可以修饰我的脸型 最后价格部分 以细节材质助攻来说 这顶的售价是1280 我真的觉得还蛮佛心的 真的大力推荐各位可以去摸摸实体甚至是试戴 总之这顶算是我近期见过质感最顶的帽子 如果最近有缺帽子的朋友 这顶就推荐给你们吧 好啦以上就是这次的影片 那再跟大家说声抱歉哦 影片来晚了 那至于Equibus 6那件衬衫 之后我再看有什么题材可以拿来介绍的 不然就是大家可以去发论一下我的IG 之后我会po穿的罩在上面 那你们看一下改短后的样子会是如何 好啦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按个赞 然后也记得按下订阅键 也记得开启小铃铛 还有follow下午的IG 这边 我是赛文 我们下部影片见吧 拜拜